选战倒数两个礼拜三大参选阵营都冒足全力拉票 台湾岛人马英九前一晚才结束电视证件发表会 第二天上午出席一世联盟加年华会 抢供一届选票 与民众热情握手 尽管前一晚电视证件发表会忙到晚上十点多 台湾岛人马英九隔天上午继续跑行程 尤其这场由17个一届团体所组成的一届联盟 加上一届人士大多支持绿营 举办活动当然不能缺席 马英九小咳嗽还没好 却关心医护人员健康以及工作过劳程度 改善医护人员工时过程的情况得从小处作手 我们明年开始像护理人员的设置就会增加 从每四床一位增加到三床一位 大概可以增加1800多人 这个只是第一步而已 同时我们也会提供20亿元的经费 来帮助护理人员改善他们的待遇跟福利 马英九强选票选前在事利多 假日勤跑行程 结束一届活动后 随即赶往台南高雄拜票 晚上连赶台中跟桃园的跨年晚会 11点钟也与夫人周美清同台现身台北市政府前广场 与民众共同倒数 迎接2012新年到 二有关系中士王朱少龙台湾报道